今天要開箱的就是一個膽的Headphone M 那有什麼特別呢? 第一我自己是喜歡膽 第二它是有牌子的 因為通常很少有牌子的東西 現在還會出有膽的機器 好像出膽就是走回頭 雖然我不同意 但是現在只要有新的產品出膽 我都會留意一下 尤其現在這個Headphone M 它裡面加了兩隻膽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看 那這個就是ALO出的Continental Dio Mono Dio Mono就是走兩邊的Mono 咦? 有些大部 不如看到兩隻 專門扭空了這裡 加塊玻璃就是讓你看到兩隻膽 讓我先把牌子打開 在這裡打開 兩隻膽子打開 兩隻膽子打開 咦? 有猜測一下 有猜測一下 它不是兩隻膽子的光 它是兩隻膽子的底部 有兩顆小燈 然後打開 我告訴你 不打開 不是膽子的燈絲 然後我再用一個380來試 試試 剛剛聽了一陣子 我發覺 聲音再厚了 應該是說 底部再厚了 覺得力量再大了 但是在音色上 我又不覺得跟380的音色取向有太大的分別 如果讓我選擇 我可能會選擇380直出 其實我已經滿足了 但是這個產品 始終它第一 你可以 玩膽 第二 漂亮 第三 就是 它本身是可以當作 蓋用 這個本身是挺有趣的 這個產品 比較罕有 價錢 都 不便宜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去看看 記住 都是要先試試 帶上自己的玩家 最好帶上自己的線 因為我用了ALO的線 但其實ALO的線 不是我自己的取向 可能是你的取向 可能是你喜歡的 總之你記住 帶一條是你自己用開的 帶你自己用開的東西 去試一下 看看 覺得那個 效果如何 才好考慮出手 尤其我覺得 可以想想怎樣用那個USB 因為如果你家裡 用電腦 或者用 Notebook 其實都可以直接用USB 給它 然後當它是一個DAT 當它是耳放 配電腦用 其實它比普通的耳放 會多多少少功能 值不值就見仁見智 咦 不行啊 我看到這個按鈕很漂亮 這個按鈕真是軟 很大牌子的主意 很漂亮 按鈕 整部機都很精緻 像外形那些 大家可能有超過一半的錢 就是給了這個 今集的碟評 就要推介一隻 很平民化的精選碟 叫Acoustic Acoustic 這隻碟 不是什麼炒碟 不是什麼特別碟 但是我自己覺得挺好聽 現在都應該還可以買的 是我想 百... 一百零幾元 是一些便宜的精選碟 是香港自己出的 但是裏面那些歌 就... 你會很熟悉 很耳熟能詳 是那些懶有style的咖啡會播的那些歌 那它也值得聽 有兩個碟 一隻是男生唱 一隻是女生唱的 強調記住是這個封面 因為 出了很多 寫著Acoustic 這個字的碟 我暫時覺得最好聽的是這隻 這隻有第二輯的 但是我還是推介第一輯 Acoustic Acoustic 這個字呢 以音樂的角度來說 就是它是unplugged unplugged的意思就是 它裡面沒有電子音樂的 就是沒有電子東西的 裡面是鋼琴、弦樂、結他 是一些沒有電子成份的音樂 當然是有人唱的 我說幾個 你已經會懂的了 Bruno Mars Coolplay Nora Jones 等等 這隻是一隻 很多你熟悉的歌的精選碟 尤其是男生的那隻 我比較深刻一點 因為由一到八、九 我都經常 loop 這幾隻歌 尤其一開始 Play I'm Yours Count On Me 這些是婚禮經常播的那些歌 你一聽就醒神 但是 除了因為它很流行 這支唱片 因為它很流行之外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聽 尤其我用膽子聽 我覺得那個人聲 我聽得很舒服 我自己會 久不久都會 拿出來再聽一個 而這支唱片 也都使得我 譬如我聽完Bruno Mars 我不是最喜歡Count On Me 我喜歡Talking to the Moon 好像和Honey阿Honey 唱過一支 粵語版 我因為買了這支 Acoostics 所以我去買一支 Bruno Mars 的專輯 因為這支唱片 我又再去買 Cruplay的專輯 因為Cruplay那支 The Scientist 我也是很喜歡的 所以入門 想聽一下 比較近代少少的英文歌 我覺得這支唱片 可以嘗試一下 尤其我自己不是太喜歡電子音樂 他自己說明是Acoostics 我就適合了 大家不妨一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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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